弟兄姊妹午安 午安 我谢谢我们的牧师 每一个月请我来一次 我虽然每一次不能够多来 我每个月只能来一次 但是我常常会想到你们 有时候为你们祷告 我会想到你们 虽然我们只有见过两次 今天是见过第三次 但是我会常常想到你们 谢谢国粮 阿聪 谢谢 雅琪 美云没有来 没有来 既可能的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圣经里面的阿摩斯书 那他的 第九章的 第十一节 阿摩斯书是 这是他的最后一章 那阿摩斯书是 阿摩斯这个人呢 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种树的 OK 种树 那种树很帮助我们 啊 种树可以帮助我们 把一个苗放到土里面去 然后呢 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面去 他慢慢的花芽 慢慢的长大 慢慢的成长 甚至时间到了 他向上成长 然后开花 然后呢 啊 结果长出果实来 其实我们 如果啊 有时候看看外面的树木 有时候我们想一下 好像在种一棵 种一棵树一样 啊 把我们的盼望 把我们的想象 像是一棵树一样 像这个种子一样 放在地里面 时间到了 他会花芽 他会成长 生命的成长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感人的事情 生命的成长 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安慰 我们的事情 啊 我在家里的时候 啊 他们传给我 你们在走路 你们好像有一个 电动的 的一个 那里面可以 胡着 在那边走路 啊 可能就是胡着 啊 那个港子 在楼梯的 里面 啊 在那边走路 其实 我就可以 啊 想很多 因为我太太在 生病的时候 我有很长期的陪她 在医院里面的走廊 走路 那我们一天 至少走个 三十圈 那医院的走廊 大概就这么长而已 那我们就 好 两个人 时间到了 然后就扶着那个走廊 就慢慢的往前走 到那个地方 就再走回来 这样走了 有时候走十天 走二十圈 因为 走了几次 为什么呢 当我们在走的过程中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成长 我们的血液 在运动 我们的肌肉 在运动 我们的骨头 虽然受伤过 虽然 受窜过 但是 它是一个成长 它是个成长 我们如果不成长 就慢慢的 雕尾 慢慢的 雕现 所以 我们无论怎么样 我们总是要动 OK 我们总是要动 能够动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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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动是一种成长 上帝祂应许我们 所以阿摩斯本身就是一个种树的人 所以种树的过程中 我相信他有相当多的体会 所以在阿摩斯书 以后如果在医院里面 里面都往下读 他还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节 写在阿摩斯书 特别是第九章 他最后的那一章 那我的题目的话 就是堵住其中的破口 就是在第十一节 上帝透过他的仆人阿摩斯 对我们说 其实这个我们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是愿意倾听的人 是愿意来认识上帝供应的人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 全世界有很多人 他真的是愿意来倾听 到那日是哪一日 就是今天阿 每一天都是上帝做工的一天 我们在世上活着 不是说到很远很远以后的一天 还是神做工的一天 每一天都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事情的一天 我这个也是我的学习 其实我在过日子每天我也很难过 但是我也是学习上帝所说的 一天的重担就是一天当 一天的重担就是一天当 不用想到我下个月会怎么样 不用想到说我下一年会怎么样 其实你们的传道人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没有接受2024年的 今年是2023年 我都没有接受2024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我2023年我就走了 真的呢 那学生都知道哪一天 2023年的12月的最后一天 我跟上帝讲说上帝让我走 让我那天让我走 那学生在嵌告我都没有什么用 那后来学生用一个 他打电话去给我我在美国的女儿 那我美国女儿就说 爸爸我要回来跟你住 我说是哪一天 他就是12月底 哇 那我说要住多久 他就住到明年的一夜中 那我可以把他赶走吗 不行 谢谢我们这个弟兄 我不能把他赶走 因为女儿能够回来看你 还有女婿也要回来 那所以我太太在的时候 我常常跟我的太太去看我的岳母 跟我的岳父 我看了几次 我看了几百次 我看了几百次 我只要我太太去看 我就陪我的妻子去看我的岳父跟岳母 那我在陪伴的过程中 我真的很体会 那他们接纳我跟他的女儿 所以今天我也要接纳我的女儿 跟我的女婿 他们肯回来 我就应该要感谢主了 我就应该感谢 雅琪谢谢你 我还记得你 在会所聚会吗 以前 感谢主 OK 所以的话 在纳日 纳日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都有个机会 上帝来做事情 每一天都有个机会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事情 上帝做什么事情 来我们底下说 这上帝说的 在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像以前一样 像古时一样 OK 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 但上帝他应许每一个人 应许愿意来跟随相信上帝的人 他应许说 第一个 他要重新再建立 重新再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 你说那是大卫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叫大卫 当然我们可以改名叫大卫 OK 你可以叫我张大卫 OK 我们可以改名 但是他还在讲说大卫的帐篷 上帝说我必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 大卫是以色列时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 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所爱的一个仆人 他意表了耶稣基督 在新耶里面他意表耶稣基督 所以上帝说他必建立耶稣基督到他的帐篷 那耶稣基督的帐篷为我们定十字架 他身体为我们破碎 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我们 他因为我们是上帝杰出的创造 我们是上帝美好的创造 我们是上帝非常棒的创造 你说上帝的创造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上帝的创造不是多美好吗 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问你们一个 我们如果开过车子 我们开过那个Toyota的车子 几个例子 Toyota的车子 那我们车子会不会坏掉 会啊 车子会不会出车祸 会啊 车子会漏油 会啊 车子的轮带会不会破掉 会啊 车子会不会真的有问题 那边有问题 会啊 他就讲DIY的那一个 那真的都会啊 车子出问题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回去怪那个 汽车的制造场Toyota 可以 对不起 好像不太可以 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 其实是我们 他的制造Toyota刚制造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一部美好的车子 当然啦 人所造的可能都有缺点 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 Toyota造的也不怎么样啦 胡特造的也不怎么样啦 OK OK 米兹比奇做的也不 你所有人所造的 总是有他的残缺 但是你开出来以后 我们经过马路 经过时间 甚至我们出过车祸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总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的话呢 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应许 祂拯救我们 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是给我们永生 是给我们永生 我们在地上 永远有残破 我们在地上永远有问题 你看我不错吗 没有耶 我常常哭耶 一天也没有哭几次 只有哭七八次而已 哭到没有眼泪啊 哭到没有眼泪啊 还有有人跟我讲说 你难过的时候要尽量哭喔 乱讲 对不对 我现在还要闪过一些痛苦的地雷 有时候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 我就会哭喔 OK 有时候看到一些太太的医护 我就会哭喔 有时候 那个我的手机 有时候会跳出那个 我太太以前跟我拍的照片 我就会哭喔 我后来研究一下 我问我学生说 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照片都删掉 OK 后来学生就说 有啦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只剩下几张事 只有我自己跟花跟草一起照的 真的有伤口 有伤口 所以上帝应许我们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藏幕 其实上帝说 他要建立大卫倒塌的藏幕 其实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上帝应许我们 他必拯救大卫倒塌的藏幕 他必须重新再建立 那其实我们都是一部分 我们都是大卫帐篷的一部分 所以上帝应许我们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 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是帐篷 帐篷会不会破掉 会啊 你们有没有露营过 以前有没有露过营 有没有帐篷 这样好了 我们前面这个有纱布对不对 这纱布会不会破掉 会啊 久了就会破啊 OK 因为帐篷你无论是什么样的 纺织品什么样都会破啊 都会有意外啊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说会破啊 我都永远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阿松跟我讲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啊 真的就不知道啊 他就破了啊 上帝说啊 他会倒啊 我跟你讲啊 帐篷一定会破 而且喔 夜贵的帐篷破起来还很难修 对不对 夜贵的帐篷 哇 有很多的装饰 有很多的那些修饰 那个帐篷其实 已经很美丽的帐篷 破了真的是很难修 对 医生会不会修 不会啊 药品可不可以帮忙 不会啊都很有限啊 都很有限 为什么 因为上帝知道有限 所以上帝说他哪自己来修 上帝自己来修 自己来建立 上帝说我们见面对不对 你是厂长嘛对不对 他是厂长对 对 好像董事长还是厂长 对 就他是一个 真的 我觉得我们喔 在世上所建立的 我们所做的 都会有倒塌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有倒塌的时候啊 哇 就这时候说 怎么会倒塌 那不是盖得很好吗 怎么会倒塌 不是维护得蛮好的吗 不是 怎么会倒塌 不是常常在吃维他命C吗 怎么会倒塌呢 不是常常在吃维他命D吗 保养多久 但是我们只要是带着肉身 我们只要是一个人 我们会有倒塌的一天 然后呢我们会有 这边所讲的 帐篷 上帝在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有两种帐篷 有一种帐篷是地上的帐篷 我们有帐篷是地上的帐篷 还有一种是天上永存的帐篷 所以什么是死 死对我们的话是跨过那一道门 进入永远的美好的国度 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身高是183公分 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那个首长 来到我们军队市场的时候 我是带着钢盔 啪 站他在前面的 因为那个长最高的 不一定最帅 不过长最高的那一个人 你可以站在带着军起 国家的军起 然后呢 站在他的前面 那是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183了 我现在大概是178 越来越萎缩 OK 也许下一次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172 OK 也许没那么快 OK 你要知道 我们在越来越萎缩 OK 越来越萎缩 你看我走路的时候 你不觉得我的右脚怪怪的 我的右脚怪怪的 因为我在医院躺太久了 我以前躺 因为那个COVID的时候 我们还不能够出去 那别人也不能够进来取代 就是我一个人 那一个人 我只要一出去那个门 我就要被人家挖鼻孔 我已经被很多人挖过鼻孔 你们知道为什么挖鼻孔吗 COVID的检查 OK 他很痛 他很痛 有时候挖得很深 有时候挖 那个眼泪都会掉下来 挖就挖 反正已经挖习惯了 你住久了以后 右脚就没力 右脚都不 有时候我出去这样 稍微走一下 就快跌倒 以前 我是一个很会爬山的人 现在连走个楼梯都有问题 我自己知道 会有倒塌的时候 会有倒塌的时候 会有破碎的时候 但是后面有个很棒的应许 上帝说有一天 到那一天 他必建立 他必建立 给我们有一个倒塌的帐篷 所以可见上帝知道我们是帐篷 圣地在创造我们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是帐篷 曾经有一度长得非常的不错 啪 那个帐篷好漂亮 啪 那个帐篷非常非常的直立 啪 那个帐篷非常非常的华丽 啪 那个帐篷实际是能够拼得非常 能够挡风能够挡雨 OK 有帐篷有多棒啊 住在帐篷的人都有个隐秘处 但是帐篷破了 到了 到了 但是上帝允许我们 他必建立 重新再建立 那一天他重新再建立 每天都是一个机会 重新再建立 重新再建立 所以呢 我有个祷告 主啊 虽然每一天都很难走 但是希望如果与主同行 让每一天都是一个痊愈的机会 我不是说我会像以前那么好 那不可能嘛 太太已经死了就死了 太太已经走了就走了 OK 我有时候做梦会常常梦到她 对我唱歌跟我说话 陪我走路跟我一起祷告 但我到醒来的话那就是梦 但是我每一天向前 我每一天向前 我太太刚走的时候 你们猜我会不会煮换 你猜我会不会煮换 不会啊 你猜我会不会用大同帝 不会啊 谢谢你 对我这么有信心 我连大同电锅都不会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用过大同电锅 太太都已经煮好了 所以我真的煮过大同电锅 我要煮干饭 后来煮了很久以后 他还是稀饭 OK 煮了很久以后 我就是不会煮 OK 然后呢 我想去找一个女朋友 来帮我煮饭 学生就说老师 我们去帮你安排一个 可以帮你煮饭了 OK 然后呢 我后来打电话 后来那个女孩子打电话进来 他就不肯跟我交往 OK 他说你都不会照顾你自己 那我怎么照顾你 你看我讲这种话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会用是用大同电锅 现在我会不会用 当然啊 我会煮煮米饭 我会煮油饭 我会煮很多饭 我还会煮豆浆 我还会煮豆花 哇真的是现在很厉害 我还做粉盐 OK 慢慢建立慢慢建立 每一天建立一点 每一天建立一点 哇我的粉盐真的超好吃的 OK 我后来还煮了那个地瓜 煮地瓜 然后呢 煮那个芋头跟粉盐一起吃 那有够好吃 OK 我常常找学生的说你要吃的话也可以吃一点 他们都说好吃 因为他们是学生 OK 老师如果会做的话 学生会不会做 会啊 对啊谢谢你啊 老师会做学生就会做 OK 所以的话呢 上帝告诉我们我必建立 我必建立大卫倒他的帐墓 感谢主 感谢主 正义说他必建立 他必建立 有一天他要建立 让我们前男的好起来 好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许在建筑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但是我们自己在 我们愿意跟上帝来合作 跟上帝来同工 主啊你知道 我何等的愿意 让那个倒塌的可以重新站起来 我跟你讲 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是 谢谢 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授 是 是 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是 太好了 国两国的谢谢你这么好朋友 OK OK 我跟你讲 倒塌就倒塌了 欸 倒塌就倒塌了 那个他还走的时候 我整个信仰都垮了 我没有祷告吗 我当然祷告很久 我没有进食吗 我当然进食很久 我没有赞美吗 我当然赞美很久 我没有陪伴吗 我当然已经陪伴120天了 哇 我觉得我做很多上帝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真的是要讲 然后他走了 我整个信仰都垮了 我整个信仰的体系都垮了 我整个信仰的基础全部动摇 然后呢我愿意的 哇 但我再回来读这个圣经曲 我真的整个都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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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有 所以我已经长期的没有再唱诗歌了 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师班 我大部分都唱一些台语的早期的情歌 你们会不会唱《波破王》 《波破王》 《波破王》 那个很早期的唱的歌 《波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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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那个台湾歌 《波破王》 早期的台湾歌 《波破王》 你们知道什么歌吗 《波破王》 这个是早期那个《最疯害》 OK 所以你知道那个很难过 这个人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后来我想我下一次我来出一个 台湾古典歌谣的前集好了 OK 唱那个什么《心心之我心》 唱那个什么《港督业矣》 OK 唱那个《胸心在那三双路》 OK 那我就要讲 就整个都垮掉 整个都垮掉 几乎都 几乎都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残存的 上帝说我必建立 我相信上帝的 他会讲上帝必建立 证明是我们已经垮掉了 我们如果没有垮的话 他根本不用讲建立 对不对 我们就是因为垮了 他才说我必建立 我们都已经破了 他才说我必建立 那我们如果永远都不会破了帐篷 那也可能也非常可怕 OK 那我们就是因为已经破了 生理还会说我必来建立 可见他看到 可见他在乎 可见是他知道 可见是他有他的方法 他有他的方法 来 底下的话 这是更感动我的 就是堵住其中的破口 堵住其中的破口 有口好不好 当然我们要有口 但是我们不要有破口 对不对 我们如果没有口的话 那我们怎么吃饭 我们的鼻子如果没有孔 我们如果没有鼻孔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吸收到空气 我们耳朵如果没有孔的话 我们只能够听到声音 我们如果植物如果 我们的叶子如果没有孔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进行呼吸作用 我们只为这个植物不是有气孔吗 我们一定要有孔 我们如果没有孔的话 那我们怎么小便 对 我们一定要有孔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孔 所以我们嘴巴是不是孔 OK 有没有嘴巴是这样的 没有 嘴巴必须要打开才能够孔 更重要的我们心里也有孔 主耶稣那个时候 他在我们的门外敲门 可是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孔 叫做心里的门 叫做心里的门 门就是一个孔 我们要进来这边不是一个孔吗 OK 这不就是一个孔吗 这不是就是一个孔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孔 但是我们不能够有破孔 我们需要有孔 但是我们不能够有破孔 什么叫做破孔 破孔就是已经失去了 原来美好的形状 失去原来美好的造型 失去了原来美好的结构 这叫破孔 我们需要有孔 没有孔的话 我们就感受不到外界 但是我们不能够有破孔 因为有破孔的话 那个门关不起来 如果有破孔的话 那个就是很大的伤害 一个人如果有破孔的话 外面很多声音都可以传进来 你那个门关不起来 我们如果有破孔的话 我们自己就没有隐蔽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随时有人都可以从破孔进来 随时都有人可以从破孔进来干扰我们 随时都有人从破孔进来影响我们 所以变成我们没有办法有个 自己单独可以面对上帝的地方 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隐秘处 上帝说我必堵住其中的破孔 我现在在那边讲到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外面的小姐在讲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边有个孔 蛤 蛤 蛤 那我不听这话怎么办 一个是把门关起来 一个是叫他们 把他们嘴巴给盖住 那我可以这样做吗 我当然不能够这样做 可见有一些事情的孔 不是你能做的 OK 我们过去说小姐 啪 OK 他们说先生把名字留下来 以后我们不让你来了 OK 所以他还一找警察来 OK 警察来了我会不会怕 警察如果来的话我会不会怕 不会怕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怕 欸 台湾大学张教授警察还可以随便碰吗 蛤 我们后面有几千个学生 我们后面有几万个学生 还有学生是在当总统的 还有学生在当立法委员的 还有学生在当有的没有的 台大教授虽然没有怎么样子 警察还不太敢动 说明警察局的局长还是我们的学生 OK 所以我就要讲 这个 但是呢有一个破口 我们现在有口 但是我们不能够有破口 我们现在有口 如果没有口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不能讲话 我们也没有口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能够唱歌 我们如果没有口的话 我们就没法呼吸 我们如果没有口的话 我们听不见什么 我们如果没有口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可以 心门可以为主来打开 所以主耶稣知道 我们现在有口 但是我们不能有破口 我特别是讲心里的破口 心里的破口 哇有时候那个打击太大了 那个心里就变得有破口 有时候那个太困难了 那个心里是有破口的 上帝要帮我们补的 有时候不只是外面的破口 也代表我们里面的破口 其实很少人知道 我们里面的破口有多深 很少人知道 我们里面的破口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 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哇那个补起来 我请教你一下 我不晓晓你们有没有失恋过 失恋过的男性 如果再有结婚的话 请问那个第二个结婚的女性 会不会补助过去的失去的情人 谢谢我们这个弟兄 你怎么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真的不会 为什么不会 破了就破了 破了就破了 对了破了就破了 他叫什么名字 清晨 我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真的破了就破了 真的 圣经讲那个耶博 有个人叫耶博 耶博他有好多孩子 不是都过世了吗 那神就给他 后来又给他很多孩子 你认为神后来给他的孩子 是不是可以弥补他 过去孩子死亡的创伤 没法 没有办法 不是说你过去失去 后来拥有 那你拥有就可以 弥补你的过去 那个没办法 那是世人所想的 世人所想的 其实那个失去就失去了 那个伤口之身 那个只有 那还好我们的地上 没办法活很久 不然的话活很久 就等于是受苦很久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真的补破口的就是他 补破口的就是只有是他 有时候被人 还补不上你的破口 还把破口给他的更大 你有没有那个经历 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破口 这边拉你一把 那边拉你一把 到最后把整个破口 越扯越大 越扯越大 只有上帝可以知道 上帝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 他来帮我们堵住我们的破口 所以呢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上帝堵住我们的破口 什么是破口 破口就是你根本关不上门 什么是破口 破口是你自己根本没办法护言 什么是破口 破口是你自己根本没办法控制 什么是破口 破口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为你修改 什么是破口 破口是没办法可以为你修改 你连接得上 什么是破口 破口是你控制不住 上帝说我堵住 我堵住你生命的破口 在别人看起来 那个可能破到底 在别人看起来 那个可能破到极次的地方 但是上帝说我堵住其中的破口 我堵住其中的破口 破口有没有好处 有 我认为破口至少有一个好处 破口让我学习什么叫谦卑 破口让我学习我生命的尽头 我需要上帝 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时间非常短 我顶多再讲五分钟 我们有破口 上帝告诉我们 那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 每一天啊 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啊 上帝堵住我们的破口 堵住我们外面的破口 堵住我们里面 我们更需要上帝堵住我们里面的破口 也许没有破口 破口没有再破下去 就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没有成为一个更大的破裂 就已经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每一天 愿我们活在每一天有每一天的盼望里 每一天有每一天的互见里 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来同行 跟上帝来同行 跟主耶稣来同行 我在照片上看到我们这个弟兄 在这边走 我真的感动 每一天我们来同行 我真的谢谢你 上一次你告诉我一个答案 所以的话要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个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 把那个已经破掉的重新修造起来 像古代一样 你我都有古代的样子 你我都有上帝心目中原来美好的样子 那你说你的太太已经走了 那再也修造不起来 当然我知道修造不起来 但是我们经过那个破口 那个上帝有应许我们 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被死亡给中断 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被我们周围点点滴滴 后面的事情给中断的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存到永远的 所以 我大概没办法再讲下去了 大概没有时间再讲下去了 我们还有圣语的 我们还有圣语的 我们今天虽然不太能够走路 最起码我们还能够手还可以动一点 我们手不能动一段 我们嘴巴最起码还可以动一点 OK 我们总是有圣语的 上帝没有全部破 总是还有一点点的圣语 而那一点的圣语呢 会称之为我名下的果 这是上帝说的 那个上帝用我们所圣语的 虽然我们有破口 也许我们眼目不是只有在我们破口的地方 因为我们还是有圣语的 我们有圣语的 OK 每天能够好好的吃 感谢主 每天能够吃一点 感谢主 每天可以好好的睡一点 感谢主 每天可以稍微做一点互健 OK 做一点互健 感谢主 每天 我每次回来 我都注意阿冲的手 我从第一次我就开始注意阿冲的手 哇 我感谢主 当你在按那个 诶 是不是电脑啊 当你在按那个 蛤 他在阿冲在按那个电脑的时候 我真的感谢 上帝用你圣语的在祝福你 像我们的亚齐 亚齐 你告诉我你是第十一会 你是会所的 你曾经在会所聚会 所以你曾经圣经你还蛮熟的 我都记得 所以可见你还是记得耶上帝的话 我们在很多很困难的时候 有些别人的话 对我们没什么功效 上帝的话 有时候在我们心中浮起来 成为我们的帮助 阿们 阿们 所以 请记得 让我再讲回来 上帝说 那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上帝做事情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把倒塌的帐幕 补起来 撑起来 站起来 那我们 我们事实上是跟上帝合作的人 对不对 我们今天住在这边 我们就是跟上帝合作 我们今天还在那边 还有一个存活的每一天 都是跟上帝合作的 的一天 然后我们有些圣语的 虽然我们有些东西去破 但我们还是一些圣语的 上帝说那个圣语的 依然是一个可做事的 圣语的依然可以来帮助别人 我其实 今天是我来第三次 我其实有个很大的盼望 想认识你们每一个人 听你们每一个人 在这边的故事 真的 但是因为我被请来当讲员 我其实很想坐下来 听我们这位厂长 跟我们这个厂长 你们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 听听我们的阿聪 阿聪以前好像是个台电员工 是不是 听我们的雅琪 OK 我谢谢你上一次 你坐在那个地方 你啊 我什么 他 后面这位他 后面这个男生 后面这个男生 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奇妙的故事 在你们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奇妙的恩典 在你们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作为 在你们的身上 好不好 我这个祷告 然后就结束了 主耶稣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心里的那个破口是何等的大 是别人补不起来的 但是你应许我们 你会堵住那个破口 有些破口不是从外面要来堵得住 主是从里面开始堵起来 谢谢主 那是上帝自己堵的 那我们的一生里面 也许我们很多都失去了 但是我们更是在认识那个堵住破口的手 是如何的成为我们的医治 我相信我的损失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医治 我相信我的损失 我的难过 我的伤害 在世上我找不到任何的替代品 但是 你借着你的上帝的仆人阿摩斯来告诉我们 有一个是你自己重新的建立 有自己是你重新的修补 让帐篷可以站起来 让帐篷可以完全 你自己曾经应许我们 说你会把那个破口给堵住 把我们身上所圣以的 还能够为上帝的国度来做工 谢谢主 谢谢主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山边的一个看护中心 那其实我们是最接近上帝国度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愿意敞开我自己的伤口 来接受上帝的医治 接受上帝的补助 每一天活着都是一天的机会 每一天的活着都是每一天的恩典 每一天我们在里面前 愿意去划这个轮椅 愿意去拿那个棍子 愿意在机器上来互健 愿意按着我们所能的 把这个球从这里移到那里 这个点点地基 上帝都看在眼中 成为一个上帝与我们同行的机会 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 都体会到上帝的手的扶持 我自己在每一天里面 我都需要体会 这种叫做上帝的手擦干我的眼泪 你给我们这些伤心的人 就有个医治的地方 你给我们这些伤心的人 是有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你给我们这些伤心的人 是有一个破口可以被堵住的地方 感谢主 求主赐福每一位 我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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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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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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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